漂亮拿下11比4 哇 哇 享受性 11比1的呐喊 王楚清的闭嘴 国平新王登基 是传承还是颠覆 那一记扣杀 是大力辰 仿佛带着千军之力 将小小的白色球点燃成一道白色的闪电 直击对手的球台 11比1 这个刺眼的比分 不是出现在寻常的比赛中 而是亚锦赛男团决赛的舞台 对手是实力强劲的中国台北队林云如 而打出这个比分的 是比时尚未坐稳国平一个位置的王楚清 赛场上 王楚清紧绷着脸 眼神灵丽 与他平时阳光大男孩的形象 盼若两人 赢下这一球后 他并没有振臂欢呼 而是竖起食指 抵住嘴唇 做出了一个闭嘴的动作 这个看似挑衅的举动 却引发了无数球迷和媒体的热议 是年少轻狂 还是王者霸气 是无声的回应 还是新时代的宣言 少年天才的成长之路 要读懂王楚清的闭嘴 或许要从他年少成名的经历说起 2000年出生的王楚清 5岁开始接触乒乓球 15岁进入国家二队 18岁便在国际拼联世界巡回赛瑞典公开赛上 以4比0的比分战胜日本名将张本志和 夺得职业生涯首个公开赛男单冠军 一时间 被视为国拼未来的希望之星 天才少年也有迷茫和挣扎的时候 进入国家队后 面对高手如云的竞争环境 王楚清也曾迷失方向 成绩起伏不定 他坦言 自己曾经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害怕失败 多敢放手一搏 2021年 王楚清迎来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在东京奥运会上 他作为替补队员 亲眼目睹了前辈马龙 许新的拼搏和荣耀 也感受到了国拼的责任和担当 他意识到 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只顾着眼前的一城一池 而是要以更高的目标 更强的责任感去要求自己 去承担起国拼的未来 亚锦赛的涅槃重生 时间回到2023年亚锦赛男团决赛的现场 彼时的国拼 正处于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 马龙 许新逐渐淡出 樊镇东独目难知 年轻一代需要有人站出来扛起大起 这场决赛 对于王楚清来说 既是挑战 也是机遇 比赛的过程跌宕起伏 扣人心弦 前两局 王楚清状态低迷 被林云如打了个措手不挤 0比2落后 形势岌岌可危 网络上 这一生 批评生词起比伏 有人说他心理素质差 有人说他难堪大任 甚至有人开始怀念起马龙 许新时代的稳定 王楚清并没有被压力击垮 反而激发了他内心深处的斗志 第三局开始 他仿佛变了一个人 眼神坚定 出手果断 每一版都充满了力量和自信 他不断调动自己 寻找突破口 最终已是1比8般回忆局 第四局是整场比赛的转折点 林云如一度是比9拿到赛点 胜利的天平似乎已经向他倾斜 王楚清展现出了超强的韧性和意志力 他顶住压力 一分一分的追赶 最终以12比10逆转拿下这一局 决胜局 王楚清势如破竹 开局便打出7比0的梦幻开局 彻底击溃了林云如的信心 最终 他以11比4锁定胜局 完成了惊天大逆转 那一刻 王楚清怒吼着 宣泄着 他用实际行动回击了所有的质疑和否定 也宣告着自己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 扛起国拼的大棋 闭嘴背后的时代强音 王楚清的闭嘴 不仅仅是赛场上的一个动作 更是国平新一代的宣言 他们不再满足于前辈的光环之下 他们渴望证明自己 渴望创造属于自己的时代 与前辈们相比 王楚清这一代球员 成长于更加开放 多元的时代 他们更自信 更有个性 也更敢于表达自己 他们不惧怕质疑和挑战 而是将其视为成长的动力 王楚清的闭嘴 也是对网络时代的一种反思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 人们很容易被各种声音所裹挟 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 王楚清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 与其在网络上争论不休 不如用实力说话 用行动证明自己 国平的未来 是传承 更是创新 王楚清的崛起 是国平传邦带优良传统的延续 也是国平不断创新 追求卓越的体现 多年来 国平一直致力于培养年轻球员 为他们提供最好的训练条件和比赛机会 老一辈球员 也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经验和技术 国平也在不断探索新的训练方法和技战术理念 以适应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发展趋势 王楚清这一代球员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他们继续成了老一辈球员的技术特点 又融入了自己的风格和理解 王楚清的闭嘴 也预示着国平未来发展的新方向 新一代球员 将更加注重个性的表达和技术的全面性 他们将在传承中创新 在创新中超越 继续书写中国乒乓球的辉煌篇章 从闭嘴到呐喊 国平精神心火相传 从11比1的落后 到今天逆转的胜利 从赛场上的闭嘴 到内心深处的呐喊 王楚清的亚锦赛之旅 是国平精神的又一次完美诠释 国平精神 不仅仅是追求胜利 更是永不放弃 顽强拼搏的精神 是敢于担当 勇于突破的精神 是团结协作 心火相传的精神 此前很多人都在质疑 王楚清打得这么低迷 最近老是输给不该输的对手 还被林云如打了11比1 王浩为什么还要让他坚持打一单呢 就是因为在首战输球之后 王楚清一直在不断地调整 不断地适应 不断地改正自己 想要对队伍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一直到半决赛决赛的联赢四场 他做到了逆袭 从这点上来看 王浩没有信错人 亚锦赛男团决赛 国平在大比分2比0领先情况下又出乱子 梁静坤2比1领先时被逆转 导致王楚清被迫再度劈挂上阵 由于没想到大胖这么弱会输 王楚清再面对一流高手林云如实 心态不稳第一盘就1比11惨败 随后 王楚清在第二局也没赢下来 这两局他并不在状态 技术动作 反应 甚至半出台不出台的球的判断都有问题 可见他的确是太累了 到了第三局 大头状态回升 尤其是8到8时 王浩果断喊停进行战术布置 帮助他扳回一局 尴尬的是 根据贺小龙透露 逛了几个直播间 发现一个现象 似乎除了王楚清粉丝之外 全世界都是他的黑粉 黑粉们先给梁静坤加油 让梁静坤结束比赛 不要给王楚清拿2分的机会 梁静坤败北后王楚清出场 黑粉们集体给林云如加油 活久见 王楚清逐渐找回自信 第四局7比10落后之际 大头终于展现出大心脏的一面 算准了对手的线路连续得分 12到10将比赛拖进决胜局 当时就把林云如的士气彻底浇灭了 决胜局 王楚清越战越勇 基本是势如破竹 彻底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 上演了力挽狂澜的英雄时刻 赢下最后一分后 王楚清伸出时只做出闭嘴的手势 意思是回击那些虚声 他也得以让五星红旗骄傲地 展示在亚锦赛的赛场 王浩可以暂时睡个好觉了 马林羡慕吗 梁静坤的问题 主要是状态不佳 正守卫失误太多了 因为发球质量不高 导致在发球轮基本不得分 脚步沉重更是导致移动中失误太多 相反 他的对手黄燕成 进入状态特别快 敢打敢拼 反手好有敢变现 最终逆转了比赛 导致国拼陷入被动局面 昨晚 对于很多中国乒乓球球迷来说 是一个不眠之夜的 因为中国乒乓球女团在亚锦赛决赛 王一迪 陈兴童 孙颖沙先后输球 1比3不敌日本女团 屈居亚军 一时间令中国女拼登上了热搜 无数的球迷哭成泪人很难受 主教练马林赛后一系列行为引发争议 在10月10日晚上的亚锦赛男团决赛 中国队VS中国台北队 可以说是不容有失 不能重蹈覆辙的 最终 王储钦 林士东拿下前两局比赛 梁静坤第三局输球 而在第四局由王储钦对阵林云如 结果王储钦一上来就0比2落后 最终联班二局 在决胜局7比10落后连赢5分 王储钦大心脏 什么叫让二追三 这就是世界第一最终为中国队拿下胜利 中国男团3比1的大比分 战胜对手 收获冠军 比赛结束后 逆转对手的王储钦更是上演其经典的庆祝动作 而南平主教练王浩则是第一时间上来拥抱王储钦的 更是让五名球员一起在球场上 与五星红旗合影 满是骄傲的 没有和马林一样的 主教练王浩在颁奖典礼上 也是和王储钦 林诗栋 梁静坤 林高远 周启豪一起登上冠军领奖台 接受颁奖首举冠军奖杯 一起和球员庆祝的 王浩好样的 无论输赢成败 和球员们在一起享受这个属于我们中国乒乓球的荣耀时刻 恭贺中国男团夺冠 这场比赛真是出目惊心 头头第四局让二追三打得漂亮 好样的 小石头发挥得很出色 不论是防守还是进攻打得都很好 让对方难以抵挡 魏国拼队后继有人感到欣慰 继续加油中国乒乓队 女拼也要继续努力加油 总结经验 不服输